美国在上周四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数据 6月失业率创2008年9月以来的新低之后 交易者大局买入美元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 仍将以量化宽松政策来应对 目前看来低利率的状况会延续到明年 有分析认为欧元可能会陷入通货紧缩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欧元区的前景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美国股市近来创下了历史新高 就业率也是强劲的回升 英国也可能会出现房价泡沫破裂的状况 两个市场都处于亢奋的状态 但是反观欧元区就是面临通货紧缩的情况 请教老师您怎么看欧元区未来的前景 是这个情况看起来是蛮有趣的 因为英国跟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说它通货膨胀也好 或者是泡沫经济那个情况也好 可是我们都知道 都是2008年那个时候是金融海啸以后 全球几乎都是往所谓的讲走通货紧缩 或是经济不景气这方面来 所以要去使刺激 把这个经济刺激起来 所以就用尤其是在美国QE的带动底下 就是要来创造需求 因为经济恐慌那个就是攻击太多 然后这个需求不足 市场上没有自然的需求 所以用政府然后花货币来刺激需求 经过这几年已经六年 美国这两年已经QE就要停止了 可是QE停止 好像又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不好的情况就出现了 因为美国这个情况是好 尤其是他们失业率一直往下降 虽然复苏的情况并不是说那么样的快速 不过实质的经济好像已经有再回升的情况 但是现在又面临了泡沫经济的情况 所以实在是很奇怪 一下子经济不景气 一下子来的时候就有泡沫经济 另外欧元区或是欧债危机 经过这几年准节 好像也有一点效果 可是现在又欧盟议会 然后现在反准节又起来了 所以现在好像又要 然后觉得他们的经济复数不够快 所以又要用发钞票然后去刺激 这个其实照我看来 都是用人为的这样的方式 这是1930年代以来 就是通通用这样的方式 政府尤其是用货币政策 去干预整个这样的市场 这个情况其实是很不好 因为变成一个循环 而这个循环是暴起暴落 所以我希望应该是要好好的检讨 把这样的那个不好的 这样的政策把它放弃掉